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86型的WiFi随意贴的使用场景以及操作方法 这个是我们的86型的WiFi随意贴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的转电门的管装电机 现在是能够正常应用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86型随意贴的拓展 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转电门达到这个手机APP来操作 手机WiFi来控制 我们下面来操作 首先给我们的这个86随意贴通电 接通电源后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随意贴是没有功能的 啊 我们把这个原来遥控器的信号啊 把它好背到这个随意贴里面去啊 啊 那个开对开啊 停对停 这个关对关 对好之后的话 随意贴就有功能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可以来控制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转电门了啊 可以把它安装在墙上啊 好 我们下面来操作这个手机控制啊 我们这里有这个说明书啊 大家在操作之前呢 认真的看这个说明书啊 这个说明书有把这个所有的连接步骤啊 全部写在上面的啊 我们首先就是那个连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WiFi随意贴啊 这个绿灯一直在闪啊 这个时候是告诉我们要配网啊 我们现在来配啊 呃 我们使用的远键是这个涂鸦APP 我们已经就是下载了的啊 直接点开 点添加设备 现在就发现了设备 点添加啊 这是在就是这个连接过程当中啊 我们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这里他会提示我们啊 这里上面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是连接那个WiFi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连接的话 他就需要输入这个账号给密码的啊 我们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连过 所以就没有要求了啊 已经连接成功了啊 点下一步 这是他的名字 大家可以随意更改的 我这里就不操作了啊 点完成 好 这就是最终的这个界面 那现在就有功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 是吧 停 关 停 开 停 关 停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操作啊 大家可以根据就是我们的说明书啊 认识的阅读我们的说明书啊 来到时候进一步的来熟悉我们的产品 谢谢大家啊